下列有關於四種氧化物 SiO2 二氧化系 MNO2 二氧化萌 TIO2 二氧化鈦 以及ZRO2 這個叫做氧化鉤 或者是二氧化鉤 Zaconian這個元素 乙鉤 這是在過渡元素 就是 抗鈦梗蒙鐵固涼同心的下意 下意橫直行列 下意橫列 你就可以找到ZR這個元素 好 那這個 下面他要問你說 這甲乙丙丁跟1234 這四個東西的應用 你要去把它搭配一下 跟它有關的搭配一下 我們就先找這個光束煤 應該有印象吧 光束煤是哪一個啊 光束煤應該是 比銀二氧化鈦 TIO2 好 那這個我們稍微提一下 TIO2啊 它必須要做成奈米級的TIO2 它才有光束煤的效果 所以它必須要做成奈米級的光束煤 好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一般的快材 它不是奈米材料 那它是什麼 它只是一個白色的顏料 像是你們使用的立可白 或是立可帶上面的白色的塗料 其實就是TIO2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沒有把它做成奈米等級 它就只是一個塗料 好 再來 這裡還認識誰呢 好 這個我們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 好 我們先從乾電池下手 乾電池啊 乾電池會用到什麼 乙 二氧化萌 我們這個二氧化萌 它可以作為裡面的一個 這個 氧化還原的一個物質 用來提供我們的乾電池的 氧化還原的反應 你就可以提供電流 就可以產生電流 OK 好 這個是我們比較有印象 好 接下來這個光學纖維 這邊講一下 光學纖維我們會用到的是 甲 二氧化系 好 純的二氧化系 我們又稱之為 石音 好 那石音啊 它會有很好的 這個光學性質 好 那各位應該有看過 這個鑽石對不對 鑽石 它就是有很好的光學性質 它有折射率非常的高 所以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為珠寶 好 那跟它同一組的 碳系則系線 那系 它的 氧化物 二氧化系 在很純的 晶體的時候 它的光學性質也很好 它可以 折射率也相當高 但是價格相對來講 便宜很多 像石頭裡面 很大部分的成分 就是二氧化系 那我們 現在 光纖 光纖的技術 已經滿成熟 像各位 可能很多人家裡的網路 它的主網路的幹線 主幹線 都是用光纖 像這個可能電信業者 它的機房 把這個訊號要簽到你們家的大樓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用光纖的方式 那光纖的原理 它其實 我簡單的滑一下 光纖的原理 它是這樣子 一條管路 一條管路 那裡面會有一些 這個 就是 二氧化系的成分 它就是用二氧化系 作為一個基底 外面會在圖上一層保護的塑膠 那這裡面的材料可能就是二氧化系 那我剛剛有提過 二氧化系它的折射率可能非常好 所以 當這個光學的信號進來的時候 它可能會用雷射光 做這個光學的訊號進來 它會因為折射 折射到全反射 它就會在這裡面一直不斷的前進 一直不斷的前進 所以它可以 藉由這種方式傳輸到很遠的位置 而且 因為它是光 移動的速度就是光速 可是 它在這隻戒指中可能會比 在真空中慢一些 但是還是非常快 總比你是用電路的這個訊號的傳導 會來得快很多 所以光纖啊 它的傳輸的資訊量 跟它傳播的速度 都會比我們傳統的這個導線 還要來得好非常多 主要是用到它的光學性質量好的關係 好 最後一個就是精密陶瓷了 所以最後一個就是 釘 二氧化 鉤 好 那這個就會 這個是一個 過度金屬的氧化物 那如果我們拿這個過度金屬氧化物 跟其他的一些金屬 或是其他的金屬氧化物一起燒結 它就可以做成一些精密陶瓷 像有些不同的領域 它有不同的研究 像 就我所知呢 這個 它可以用在一些 像是 太空 會用到 它必須要有 防熱啊 或者是高強度 或者是耐磨損 類似像這樣 或者是 有些領域它會用在像是 超導體 超導磁鐵的一些研究領域 它就有可能會用到像這樣的一個過度金屬氧化物 好 那我們這個題目就補充到這邊 跟我們有一定的畫面 可以解釋 對 是 阿